一個人 好 好像我們台東球球皮拿錯 沒關係 馬上換 這一顆 天真地要台東球這個是舊的球皮 我們今年有做了一個新的球品 而且就前幾天剛剛從西班牙印到台灣 因為這顆球它有紀念價值了 所以我們就按照原本的圖案 再重新做了一顆熱氣球球品 其實它是有使用壽命的 用了幾小時以後它就必須要報廢 那麼在山坡那邊有五顆的造型球 那麼在主場地我們最上方拍攝造範區 這邊也有一顆造型球現在準備展球 那麼我們展球之前 那麼會先鋪上非常高級藍白相間的法度 那麼做什麼用呢 這個就是熱氣球展球的SOP 安全的SOP 那麼鋪上我們帆布以後 在展球的時候如果早上草地上有露水 球不會被沾濕 那麼沾濕也會弄髒很醜 不好看 那麼而且球沾濕了 也會影響球的性能 那麼第二個如果草地上有尖銳的東西 我們帆布可以保護球皮 不會被刺破 那麼這個都是為了安全的 所以每一次很辛苦地上也要鋪反覆 長的球又要收反覆 要落球又要鋪反覆 整天都忙著鋪反覆 收反覆 鋪反覆 收反覆 而且鋪的方向要對 看看就鋪錯了 應該要向西北方 好 山坡那邊 墨西哥的海綿寶寶 黃黃的那一顆 好 另外在比較靠近 山坡那邊 應該是美國的球才隊 不過他們的白色帳門去前方這顆球 現在來看球比這一顆 是來自巴西的朱比特 不是朱八戒的朱 是朱元璋的朱 朱比特 朱比特一開始我也搞得清楚 後來就上了谷歌查了一下 那是古羅馬神話傳說裡面 眾神之王 眾神之王 The King of the God 應該是這樣 我直接翻吧 神的王 神裡面最大的 沒有這個英文字母 還有後面那一串的阿拉伯數字 如果有這一個 那譬如說我們滷牛球 他寫的B0007 這個就是他們國家的航空器的編號 表示這顆球是合法的 表示這個國家有在管理 那像我們台灣 那麼熱氣球的管理完全比照飛機 好 明天舉會現在要檢查的 包括你的維修飛行紀錄 那麼還有包括你的飛行的訓練的 時速紀錄他都要來看 好 好 那麼滷牛球 率先進入第二階段同檔作業 那麼用巨型的噴火器 把熱風氣送到熱氣球裡面 有溫度的升高 好… 好…